《天空下的彩虹》 胡醫生 你一直跟我們解釋這個大數據 讓我都想起有時候是不可思議的 人腦是沒有辦法去明白 甚至去理解到的 不過這件事也是真的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大數據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去靠用自己的人腦 去計算到那麼多的東西 或者看到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又懂得分析那麼多的東西 在這裡也要再去分析一下 首先我想如果用到分析這個字 大數據也不及我們人類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計算這個機會率 他們是因為有那麼多千千億萬萬的數據 大約計算到一個所謂的機會率之後 去給出一個答案出來 而不是像我們人類一樣 始終是萬物之靈 始終當我還沒說話 你已經猜到 今晚應該是說大數據 這些就靠我們的第六感 這個可能也是我計算到的 是的 在這裡也說到的 大數據 其實一定要有很多真確的數據 才會有分析的發生 在這裡 當一些買賣商家 他們有千千億億的數據的時候 其實都會產生了商機 就好像一個妙齡少女 當她20歲左右 有一天突然收到一群email的coupons 說我們有這個指料片的優惠券 剛巧她爸爸走過 很生氣 心想有沒有搞錯 這是什麼公司 我女兒剛才入大學 剛才讀書那麼成功 還說一定要做醫生 怎會需要指料片 難道大數據 現在的人催向早婚 其實後來發覺 原來大數據是怎樣推算的呢 就是發覺當某個年齡群的女性 她們去買這個紙藕藥 她們也只有買一些沒有香味的shower cream 也去買一些比較淺色的藍色的床皮 最後當她們去買這個維他命丸的時候 很大的機會 這一群的人可能是有了新人 到這個爹地發覺原來真是真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肉哭無慮 因為當她以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女性 才發覺到人心難測 唯有可以靠一些貼面無私的數據 去解答這個問題 當然在這裡我們也說出了一件事 大數據只會告訴你相關性 即是有關係 但她們會解釋不到哪一個是爹地 還有為什麼 實際上我一直說 為什麼藍色的床單 又跟一個懷孕有關呢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就有待在將來做一些市場推廣 市場設計的人 去解釋給我們聽 在背後當中的心理學 你這個就是講到大部分 按著這麼多千千萬萬的數據當中 可能大部分有這些選擇的時候 他們都是因為華人的 所以她就出了這樣的分析 當我們講到這個分析的大數據 其實怎樣可以有一個商業的用途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就好像一間快餐店 他們最初就靠這個大數據 就知道了如果那些人的手機 在他們的餐廳附近 而只要可以傳到一個優惠券 那些人進來就會去買東西吃 但最初可能這些大數據 就會搞笑到在中午的時候 竟然發了一張早餐的優惠券 拿著一張早餐的優惠券 看完之後我都不會用的 但當他們得到更加多的數據的時候 慢慢這間快餐店 就可以成功地推抗到的就是 原來大約十一點半 在這裡附近出現的 我們就給了這個午餐券 那就是說到大數據 都可以越來越精準 但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要有這個數據 所以這個流量是很重要的 是 但你說到這個大數據的時候 真的很普遍化 即是他不會分析到不同族裔的人 或者在文化上 令到他們某一個選擇 是因為文化的原因來選擇 而不是因為我 譬如像顏色一樣 可能亞洲 特別是中國人喜歡紅色的結婚 但多數是用紅色的 凡是用真紅色的 但可能你另一個文化的人 就未必是以這個顏色為主 但他就沒有理到這一方面 即是在文化上的差異 他們就沒有理到 我想現時來說 這個文化上的差異 是很難找到出來的 因為始終他們在不夠數據的情況之下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好像請一些專家回來 去解釋這個文化上的差異 或者去將我們在文化上的書籍 輸入到電腦 才慢慢去計算這些數據 但我們可以去想想 好像一間著名的咖啡店 其實他們今時今日 如果大家有用他們的app 在冬天 他們通常會送上熱的巧克力 或者熱的咖啡的coupon 但一到夏天 他們永遠給大家一些冰凍的frappuccino 所以其實大家都看到 他們的apps 他們的大數據 已經可以將這個氣候的變化 去計算了 但更進一步的就是 當這麼多人去用這間 這麼出名的咖啡店 他們現在就聰明到了 用我們的GPS 這個地球的位置定位 他們就會計算到 每一天哪一間的咖啡店 是比較太多人了 如果這麼巧巧 那間咖啡店 在你未來十分鐘之內 是太多人的 他們會嘗試去送一張優惠券 給另外一個地位的你 他們就可以去減低 大家要在同一間咖啡店排隊 就會更進一步 是靠這些大數據 令到你的使用的滿意程度增加了 這個真的很厲害 當我看到這些研究的時候 我才這麼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為實在太奧妙了 但在這裡也讓我想到 我除了商業方面 其實跟我們醫療的 又有什麼關係 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今時今日 有敏感的聽眾 小弟在內 花粉敏感 通常我們唯一做的就是 可以下載一個APP APP就是告訴你 今天附近的地方 花粉程度是如何 但如果當大家想一下 這個APP很快可以和附近的 藥房合作的話 如果當那天的花粉過多的時候 有某一間的藥房 給我一張Cube on 買一些減過敏藥 我相信大家走進這間藥房 去買減過敏藥的機會 是加了 在這裡 都比我更加想到的 就是過敏的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胡醫生你眼痕而已 批幾項就沒事了 但如果是哮喘的呢 因為哮喘真的可大可小 當你哮喘再加上過敏的時候 就分分鐘會暈倒在地上 所以現在有不少的醫療機構 他們開始做一個無線的 哮喘的測度器 當他們測度到 你的呼吸不是太好 接著他們就會用你的GPS 你的Location 去計算一下 當日的過敏程度是多高 如果當這些數據加起來 是多於一個正常人可以負擔的 他就會不斷在這部手機發出嗶嗶聲 他跟你說 可能你現在適合回家去休息 甚至會告訴你 你可能真的需要去藥房拿藥 而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就會發出一個電郵給你的相關醫師 而醫師不用等你進去病房 他已經可以幫你開藥 其實已經可能是成功地救人一命 是 而且快速了很多 是 其實在這裏 真的被我看到的 其實科技有好之處 但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 其實你是給了你的過敏呼吸器 你的朋友去試的時候 誰知道計錯數 就以為你說病入高亡 所以在這裏 我們都說回大數據 是有四個V的 第一 就真的要有很多關於你的數據 所謂的巨量 第二 我們要得到不同的多樣性的種類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不僅要看過敏的程度有多高 你本身有沒有這個哮喘 或者你家裡有多少隻貓 狗 第三 牠們一定要計算得快 即是個速度 當然如果你手機算來算去 慢吞吞 都傳不到東西給你的醫生的時候 你已經在街上暈倒了 那有什麼用呢 到最後 第四 講到的就是真實性 Vivacity 當然要用者去用這些apps 去變成這些大數據 才會幫到普羅大眾 天空下的彩虹 天空下的彩虹 胡醫生 你說到這個大數據 對醫療方面的影響 是更加令到我們關注的 因為這是跟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狀況 特別是年長的時候 病人越來越多 能夠有這麼多大數據 幫我們去預防 甚至去測試到我們 可能有這個病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有幫助 當然了 所以小弟我最初就以為自己很聰明地想 我想一下就是 平時駕駛去UCLA的醫學院 塞車塞到哭 405 我就在想 如果這個GPS 這些大數據這麼好的 其實我們只要去 令到不同的救傷車 他們去合作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減低了 塞車這個問題 令到病人更快地去到醫院 去接受這個醫療的幫忙 我最初也想著這些研究應該沒有人做 誰知道當我上網去找一找的時候 竟然發覺在西班牙的馬德里 這個他們的首都 已經整合了他們的警察部門 消防部門 醫療部門 因為當我們每次見打911 消防車也去 救傷車也去 他們就整合了這些大數據 結果就令到他們比較知道 如果一個老人家跌倒 他們就當然是找救傷車去 或者看看哪一個部門的人手 多少的時候就去幫忙 因為你送警車去的時候 幫不了老人家 在這些數據裡面 竟然發覺了 他們當整合完這些大數據之後 在2015年 他們成功地在8分鐘之內 去到這個事發的現場 大家想想 如果一個有腦中風的病人 他只可以等30個小時 去到醫院的時候 去接受這個最好的治療 我們所謂的黃金30分鐘 但竟然現在因為大數據的緣故 就令到這些救傷車在8分鐘之內 去到現場 增加了一個病人醫號的機會 我們在這裡也看到的 大數據真的不差 但當然 如果可能這些大數據 落入了一些壞人的手裡 可能就會拍了一套新戲出來 就是用大數據令到蝙蝠俠去錯地方 結果令到無數的市民受到傷害 所以當然的 每一樣的科技 永遠都要想想 是在好和不好的手裡 而我們作為普羅大眾 最重要的是更加知道 什麼是大數據 以及怎樣去用這些大數據 所以這些大數據應該真的落在一些 普遍來說就是一些好人的手上 這樣就可以善用這些數據 去造福人群 其實是在這裡的 都可以想想 大數據其實無論是哪一個的手 都可以去減少一些失誤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好像我自己在醫院 有時候開藥 當有個病人有十幾二十個藥 你始終會有少少不小心的時候 就會開了一些藥 可能是互相有一個 互相有一個抵觸 當你用這個所謂的電子健康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 他就可以看回一下 可能這個病人 在一年前 兩年前 有沒有這些藥物的抵觸 而我今個星期 竟然就有一個病人 原來他在2015年 已經試過一隻藥 當然 在以前我們的病歷 只不過是紙張的時候 就很難找得回 之前有沒有人吃過這隻藥 現在很簡單 你打那隻藥的名字 他就會幫你搜尋電子紀錄 還要很多幫你搜尋 不單是你自己的醫院 還要是其他幾間醫院 很快就被我們看到了 在這裡的大數據 真真正正減少了醫療上的失誤 還有是給病人更加多的資訊 因為現在病人就不用去記住 我吃了哪三十七隻藥 醫生 可能很多的就是 他們有一隻手指 一隻電腦手指 給一個醫生 就可以看他們的病歷 我們更加知道之後 就可以幫到他們 在這裡讓我去想一想 其實給我自己 如果我將來老了一點 要做手術的時候 我會希望大數據怎樣幫到我 可以想一下 我做完一個大手術 我又不想去煩身邊的人 做完一個大手術 因為這個大數據 知道了一個比較怕煩人的男人 是不會去煩人的 他就會在三天之後 幫我叫Uber 或者叫Lift 送我回去醫院 給醫生覆診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少的聽眾 心底裡經常都罵醫生 他們早上去巡房 然後才慢慢回來診所 有時候他們在醫院巡得久 我們要坐在醫療房 兩三個小時 但其實可能醫生 就在我們洛杉磯裡 塞車塞到哭 大數據的好處就是 如果當醫生上網發現了 原來他塞車塞得那麼厲害 他就可以在他的醫院裡 開著電腦視像 就跟這個只不過是覆診的病人 在這個電腦上作出一個診斷 當然我們更加想到的就是 可能這個剛剛做完手術的老人家 或者是匯醫生 他回到家裡 然後突然不小心在家裡 但這些大數據就有用到 就會立即計算到這個病人 他在家裡倒下之後 立即幫你打狗一日 其實這個不單是日 是減低了病人的辛苦程度 而增加了醫生去看病的有效率 還有最後是減少了死亡 所以我自己都很希望 在今晚從這個大數據裡 去鼓勵一下不單是說 青少年人 成年人 老年人 我們更加踴躍的 是去參加這個大數據 因為正如欣濤剛剛講到的 不同文化的人 都會在這個大數據裡 帶來一些新的資訊 而我們真的要靠這些大數據 才會令到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是 我們只要使用電腦 有時候你將自己的東西 輸入進去的時候 已經在這個大數據裡 但也看到這些電腦的人士 他們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是越來越幫助我們 就是這個數據 是越來越令到各方面的發展 是越來越好 就是醫療那方面 正如你提到 也都是提高了我們生活的質素 這個也是 我們可能在未來幾年來 越來越見證到這個改變 很感謝胡醫生 你今天跟我們去介紹這個 對很多人來說 仍然都是一些很新的話題 就是這個大數據 去明白大數據是一回什麼的事 或者是怎樣影響我們 這個是好的 讓我們去了解多些 到這件事是越來越接觸到的時候 我們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我常常上網的時候 為什麼我看過的東西 那個廣告會爆出來的 今天聽完了 胡醫生你解釋 我們可能就明白多些 多謝你胡醫生 拜拜 天空下的